你知道放了两年的史莱姆是什么样子吗 有的泥干成塑料 有的泥化成胶水 这些就泥不老不知道 一百吓一跳 你怎么满满一桌子啊 差紧散 好长时间没玩混泥了 那今天就挑战把它们全部都给混了 这个这一份泥是两年前在超市买的 它既然没有化 而且也没有干 这质感还是挺不错的嘛 特材牛油啊 这个好多泥有拆过 简直是道浅天物啊 你们猜到它化成牛奶了吗 哇 一白胶似的 这孩子家泥看起来粉粉的现在 天呐 家人们 它竟然没有化掉 这质感也是顺服意料的好耶 这三个透胎泥是啥手买的 看什么呢 反正太坚融化了 一起把它混掉 这里面的小桃子倒是挺可爱的 这一看起来好高级啊 不会是什么净土泥吧 哎呀 画的一塌糊涂 用手抠都抠不出来 来至少蘑菇综合一下吧 像这种工厂泥啊 更邦邦的 一般是不会融化的 这五色透胎就是好看 七为九式的 这和泥也太霸气了 这样大一盒 而且放了这么长时间天呐都没有化 哇 这起泡椒的手感不错耶 用它去泡泡肯定很不错 这下最喜欢我玩的果酱泥 可惜它有点粘手 装挺好看的 就是这里面的泥一把一言难尽 放一朵小发发是啥意思啊 这一份史莱姆应该是我自己做的 里面还加了黑色的小伞星 这款很高级吧 黑色泥很像是有点发霉了 不管了 一起混了 中文俱借 八字一什么 被去挨 和 Valentine's Day 压缓 与лен铍 都倒在一起 虽然有一点特别的美 上去很像一副抽象油画 派子烟红特别有艺术感 这不做阿不修 我们把田葱也一起倒进去 这回你好奢侈啊 就是抽下去的手感 像鲜如沼泽地一样 不管了 先混一混再说 老子们你们猜猜看 最后会混出来一份什么颜色的泥 觉得是烟灰色的抠一 觉得是绿色的抠二 觉得是黑色的抠脚趾头 A few moments later 不是太年了 所以我决定再加点鲜鱼水 瞬间煮了好多啊 家人们 这是我混泥史上混得 颜值最高的一份泥 这么多颜色的泥加在一起 竟然混成了一份粉色的泥 这也太出无人意料了吧 而且这手感还贼好 揉起来很像起泡胶 这混泥吧 爽是爽 就是有点碎胳膊 现在我两只手臂已经酸到不行了 宝子们给老家姐点个赞呗 来一朵自画食人花 好玩的泥 我还想多牛几天 可惜天气太热了 它会软化 所以它最终的命运就是扔到垃圾桶里去